来自星星美食最后半小时 有我陈俊卫和Leo 我刚才听着那首歌 客家人一路听一路笑 希望听众都认真去看一看歌词 都很惨鬼 都没有想过 可以这样 山寨式的制作 但又觉得挺好笑 很有陰蜜感 没错 整件事都 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随时在家附近的商场拍一个视频 整件事好像很简单 但又製造出来的效果很好 效果真是很好 有心机 值得一赞 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再听一听这首歌 刚才我们所说就去了描述 南双老街很多人看 带来大家的眼睛吃下家菜 对面那条街 假一条街有一个13间老街店 其实都可以的 没那么热闹 因为可能假一条街和历史有些不同 有长短分别 但上次旅游局 专专带我去13间老街 他说 南双老街大家都知道的 你不要去 我上去 我想过隔壁吃东西 他说不要 那去了13间老街 看一看 给他个机会 看完之后我都很满意 我去看下一个案件 麻烦大家 第9个案件 主要是饮饮食食的店铺子 饮饮食食的店铺子 十几间 不是很多 不是很热闹 但你看到客家的甜果 再加咖喱面包 他们的店铺就是做这些东西 这甜果的糯米果 其实真的很好吃 什么花生和黑糖之后 没有办法抗拒 五种颜色 是不是都是用五种不同的原材料 加进去 黑色就是芝麻 有绿茶 黄色的南瓜 粉红色我忘记了 有黑色的芝麻 最初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 那时候我们是吃完客家菜才去的 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不吃东西 求求你 突然准备好料 你不人不吃 你撞一下撞一下也拍照 然后就说如果吃不到就不要勉强 最后我们吃完 每一个份量都有五件的茶果 即是奥运五环 但真的很好吃 还要有三式面包 因为有时候糯米打得漂亮 你打完之后那个茶果真的很好吃 再下张上 然后再加上 糊头糕再加萝卜糕 糊头糕好吃点 看得出 糊头糕煎又煎得漂亮 因为看到糊头糕一条一条 很足料 我们再看下张照片 这个就是当时13间老街 亦是一间很著名的店 应该叫做黄金传说瑶酵面包 它真的有一个自己做的瑶 即刚才你吃的三式面包就是这个 它的瑶也是给大家参观 用炭火烧的 而且它本身都是一个英俊的东西 你看到它在这里砍柴 非常不错 你看到这些面包是货身价值的 这些大车卵包 这个白套丝我本来也是不想买的 因为觉得面包这些东西拿着回来很烦的 但最后也忍不住买了 因为我闻到一股香味 然后再下张照片 当它切的时候 你会发觉松软度真的很一流 因为它慢慢窝了下去 但又会反弹的 有回旋力的 再下张照片 很大的车卵包 是真的好吃的 我放了三天都觉得好吃 再下张照片就是它的车卵包 有一个线形给你看 其中有一款是有红豆在里面的 其实那个是更加好吃的 但我后来那时候就决定买白面包 试试 但它也不便宜 我看到它刚才这样的车卵包 标价是200元台币 但这个吃了三天 很大块 帥哥是有些吸引力的 这些东西真的很好吃 面包很放香 张照片是刚才拍过的面包 它有不同口味的面包 其实我对于太紫色的面包 我不是很喜欢的 我也是喜欢吃那些 但它的紫色也是芋头味 芋头味 但它一定下了少许食水 另外有些干果和芋头 再下张照片就是附近 接下来就出回大街 刚刚近南庄老街那边 有很多芋头 那些芋头真的很甜 还有旁边有很多姜 有些团友去到日本也去买姜 我想看到姜会很开心 下张照片就是秋天去的时候 看看这棵油 超大只 又甜 所以如果我们春天去 都未到完全春天 我想都春天了 因为天气很暖的 看看大家可以吃到什么水果 这个就是我们描述的小小企划 接下来我们回到台北 台北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但有一间店 我想今次介绍一下 因为上次你们搞蔡英文当选团 有去到的就是亚美饭店 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看看第十个案件 麻烦 阿美就这样看照片 是可以的 就这样看门面 都是觉得它其实是一间很老气的 老气不要紧 它有日本字 即是正面日本人也来吃 餐馆 其实里面我们吃完一餐饭 看到很多明星的合照照 由里面掛到外面 因为它是很夸张的 它是有四间店面 地铺 一粒都是他们 是 你会看到有很多个 騎楼的柱子 它连柱子也掛到名人 明星的照片 当然 那些团人出来等人 或者找些什么 我们的团人很搞鬼 看到我们的上一届 应该是六八九 大家做了一些事情 跟它合照一下 也要的 我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它的菜单 应该是不是 是 不知道现在的价钱 和这个菜单的照片 其实它这些 全部都是赖牌盘 所以这间店的特色 就是它是原住民餐厅 它有很多地道的烹调 小菜 我们那次的那一餐 每一样都给大家试一下 所以我们点了15道菜 15道菜 不过你人多 怎样都吃得完 除了菜式多之外 它还有 其实再说一点 因为这间店 它是出名的 是出名在它的淡仔麵 当然 可能单一地以淡仔麵来计 每个都知道 有很出名很名气的杜小玥 而忽略了 本身淡仔麵是一种 台湾的饮食文化 不是因为有杜小玥才存在 他们为什么会 老板一直将餐馆扩充 他们都不忘初充 其实他们初初这间餐馆开的时候 都是摆街档做这个淡仔麵 就是因为它那碗面做得好 令到它开始慢慢发展 一直到现在 这么有规模的一间餐厅 于是肉败不能 变了越来越多菜式 而且它也保留 它既有自己发迹的时候 他们很自豪地做了一碗淡仔麵 所以其中有四个地铺 其中有一个铺面 只是用来出品淡仔麵 好 看下一张照片 当日你们吃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存在 吃的东西是不是 如图里面一样美丽呢 因为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只有其中一样 因为你知道其中一个是乌鱼籽 乌鱼籽一般来说 我们要顾及所有什么 未必会点 因为它是一些比较 很台式口味的小食 因为用来送酒是比较合适的 也有人很喜欢去买去吃 但一般来说 比如有些人不太喜欢吃鱼籽 更加不会接受鱼春 我们所说的 但是鱼春很棒的 台湾人真的很喜爱吃 所以是贵的东西 有没有试过这家乌鱼籽 这家乌鱼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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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吃过 这家乌鱼籽 我没有吃过 但是台湾乌鱼籽 当然吃过 那它的拼盘 我们应该是有 上次 这个也很好吃 上次你好像有个汤非常好 这里有个 我们上次吃的拼盘 比它的种类更多 有个豬鱼籽很好吃 就是你所说的 浸熟后很软滑 入口即溶 而且它说回去是冻食 因为我安排了这个餐厅 我不跟你每次拍很多照片 要传檔 你不是记者 你起码本身 因为出门 我要兼顾 要带领整个两车人 基本上当我们坐下 要吃那一顿饭的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在吃中途 或者才插入 所以我们很少会 中途插入的时候 还拉碟送来拍照 明白 所以那次你已经吃得不错 而且上次有个汤很厉害 你可谈一谈 上次那是另一间餐厅 那是原汁烏鸡炖出来的汤 在哪间 那是另一间竹林 是古早味的 我明白 竹林我没有放进去 是吗 不要紧要 竹林我们尽可能 在这次我们都会安排给大家 去试一餐厅 因为这间也是 一间很有味道的餐厅 这个之后再说 我们再说回亚美 亚美其实就是 我们所说的很地气 而且它所在的区 亦是在中山区 是一个很旺的 很人气的一个段 我没有记错 餐厅应该是在长春路和吉林路交汇的路口 所以整个店铺面是很出众的 半条街都是属于它的餐厅 所以本身也非常人气 品质也有些保证 没错 这个就是今次可能会选择的店铺 所以大家会选择的 这次用不用就想想 而我们要安排一个地道的台菜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 有点是这个叫做 原住民Fill的餐厅 我们可以带大家试一下 因为选择很多 而且它们个别的小菜做得很好吃 刚才说了朱润 另外还有一个是它们的豆腐 它们的豆腐每一块都像一块小小的曲奇 煎出来是一个旗子 一片一片煎得很金黄 通常来说我们去这些餐厅 我们叫的豆腐是很快上来的 但我们其实是去到差不多十多道菜 去到差不多很厚 差不多在上甜品水果之前才上豆腐 因为它每一片豆腐都切得很薄 尺寸也是很适中的 一口刚好就是一块 它是整片的豆腐都煎到三四面都煎得很金黄 但一入口很松化就会溶化 所以我们去这间就不是吃它什么贵价菜 吃它一些很地道的小菜 有时不一定要很贵价才好吃 有时台湾的东西比较便宜 但只要用料新鲜就没得贵价 它的淡仔面也是 基本上上一次 连我们主持的嘉宾 是陆维尼台 超过六十人 每一台我们都会安排一碗淡仔面给大家 它们最出名的是 因为它每天都处理很多 因为它很旺的时候 你看到它们的广告和招牌 就说标榜是日卖两千碗 它每天处理很多的虾 因为它每一碗淡仔面 都在上面放一粒 剝殼的虾仁 然后将所有的虾殼 虾头等全部都是用来熬汤 所以一个店面只是展示给你看 就是它们在后面熬着那碗上汤 虾头和虾殼熬出来 面头封了虾膏和虾油的清汤 所以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也要去试一下 或者我去台湾自己先试一下 因为应该不是很贵 自己先试一下 等我自己亲自用嘴巴探一下 没错 而且我上次为了等待要去这间试菜 所以我刚刚介绍了 或者说要去光顾是一间很有爱心的上家的咖啡馆 也是一间老牌的 即是很传统很卡式的一间咖啡店 去喝杯蒸零饭 我就是去了那间咖啡店 坐下等时间去这边试菜 每次我去台湾做团 都会建议一间米之联星餐厅 应该说我每次去任何地方 都尽量安排一间米之联星餐厅 在台北我都在想 我心目中想去这间 最后的快楼第十二个 就是台北门幻东方酒店的雅各 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们的中菜厅值得两星 他们一直都觉得 为什么不是两星而是一星 这个是所有当地的美食记者都在这里说 我刚才又吃完之后 觉得又进步了 我跳一张照片 麻烦 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烏鱼寺 那次厨师特意做了一个菜单 就是专用台湾的食材 去做食材 这是烏鱼寺 再配干葱 非常清爽 但这间本身仍然是 走的路线都是正宗的 广东菜 但他用很多台湾材料 而且不相差 香港的名店 一点都不相差 但价钱给香港是划算的 再下一张照片 其实也是很广东菜的口味 即是我们的蒸饺 对 但这些带子真的很好吃 当地的海鲜真的很漂亮 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这个就是中卷 即是那些鱿鱼 用蒜头 炒过蒜头 蒸过后 已经很好吃 下面再加米粉丝 真的不能弹 很简单的口味 下一张照片就是叉烧 用回台湾的黑猪 然后那些红色的部分 它们不是用那些化学染料 它们好像是把红菜头 和蔬菜的汁 全部弄出来 然后先做叉烧 那确保不是用一些人造色素 我接着跳两张照片 一张鸡的照片 这个烧鸡 是最近吃过中菜的烧鸡最好的 因为它当地用了 不知道哪个农场的鸡 咬下去的肉 除了厚之外 是有爽的 是烧烧的 吃下去 是吗 而且鸡味很浓 而且它放在碟里很漂亮 对 而且它去骨 因为再这样看 你看不到是一个鸡 很漂亮 而且因为它去骨 所以扁一点 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吃得很舒服 还有一个东西 真的一定要介绍 下一张照片 就是私房百保饭 它说里面有烧鵝 有下肉 有糊头 有腊肠 有干的海鲜 可能是瑶柱 然后煮 其实是完全干身的 一点都没有 但是非常香 每一粒饭都入味 我都不知道它怎么煮 师傅就不肯说很多 总继这个 平时不可以单头叫 只可以套餐 但是它很丰富的材料 你看到它其实是 材料和米粒一样 因为很均匀 基本上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是的 不是很有材料 是的 它就说不能单头叫 不可以单点 一定要叫套餐才叫 但是我就可以单头叫 所以如果大家一起去吃这间店 我就可以叫给大家 这是我们基本上必点的 是的 时间关系跳一张照 还有这个是它的招牌的 供用蟹盖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有些朋友 香港也吃开的 飞过去台湾吃完之后 就觉得 哇 味道真的很一流 我们看下一张照 就是里面的蟹肉 很澎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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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怎么可以不去吃呢 我刚才看到 有点细节 它好像是 跟上来 它的湯匙 好像是 拌了半湯匙 好像是 小小的东西 对 那是鱼子 那是鱼子 我不太记得 这个 反而不太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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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醋 来的 醋 是吗 是的 现在的醋 会变成粒形 所以也可以这样 我以为 现在已经有点醋 有点醋 如果你跟我们去吃 你就会知道 时间关系 这个行程 我们新年后 就会推出 听一首歌 结束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 对现在来说 我们很有意思 叫自由在我手 期待大家过一年后 尽快报名 好 去一个美食之旅 去庆祝台湾的胜利 再有我们的节目 多谢各位 多谢Leo 拜拜